年底要到了 现在大家要开始准备年菜 各家量饭店也要从12月开始 陆陆续续年菜开卖 在去年的部分 因为套餐组合业绩还不错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抢购年菜套餐组 至于在台中旅展的部分 也有人年菜价格下沙六五折 小宝官是告诉大家 如果你收到年菜 发现和你原本看的不一样 如果不满意的话 7天之内都可以退货 距离春节还有将近3月的时间 不过饭店业者已经等不及 在旅展现场已经开始抢购年菜 趁着旅展人潮一泼泼 饭店业者手腕高 低价餐券吸人气再推销年菜组合 现场没有食品 业者推销年菜就靠一张张广告单 像是这张上面的菜名 发财预还姚祝福 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菜 另外这张有图的菜单 佛跳墙看得到 但是使用什么鱼翅 海参大小还有品质 图片没办法显示 更不用说用的是什么干贝 多大颗 鲍鱼什么等级 材料实不实在 同样考验着消费者 对饭店菜色品质的信心 过年的话是八千八 对 要价值 十八 小数费 一套要价将近两万元的年菜组合 有业者旅展两天就卖了一百多份 下差大概是在六五折之后 收到单已经确定的部分 大概有将近快一百五十套了 当然消费者也不是那么好呼啰 各个睁大眼 货比三家就怕吃了亏 会不会担心说到时候拿到的 跟实际图片看到会有落差 会啊 所以我要当场来拿 回去再了解一下 看看他的那个东西 因为要菜单的内容 收到商品 跟他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时候 他其实可以行使 他的那个期日犹豫期的部分 他可以要求说那我要解约 饭店业者既优惠 开卖早鸟年菜 民众旅展减便宜 轻松准备 不想踩到地雷 付款前还要小心再小心 记者公寓的许家师台中报道